本轮西甲巴萨战胜了比尔巴厄竞技,但过程并不轻松。 赛后巴尔主帅巴尔维德也指出,要想在这里获胜就必须承受煎熬,圣马梅斯球场的法则就是要让对方痛苦到最后一刻,上半场我们的表现不错,我们多个阶段控制了比赛,过了中场后也能给对手制造威胁。 不过阿波里斯也有一次面对特尔施特根的单刀机会,当时我们遭遇了位失误了,下半场对手实施紧逼策略,我们在出球方面不够稳定,巴萨球员不得不非常努力,因为在场上踢得不舒服,但谁能该上马梅斯球场不受煎熬呢? 本场比赛巴尔维德只实施了一次换人,那就是用赛梅多换下格麦斯巴萨主帅赛后解释说,球场上的球员在贯彻策略方面十分正确,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最好是保持阵容。 对于比赛中的问题,巴尔维德指出比尔巴厄竞技在下半场比抢的厉害,我们在出球方面有失误,巴萨在节奏方面存在欠缺。 梅西在比赛中打入了一球,也参与了第二球,对此巴尔维德表示,能拥有这种可以决定比赛胜负的人,是一种幸运。 虽然格麦斯表现不佳,但巴尔维德还是为他进行了辩护,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,这都是一位很强的球员,他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帮助,他能成为主力。 巴尔维德表示,格麦斯在战术层面作用很大,保利尼奥要从中路加入助攻,必须要为他补位,他没有让对手频繁进入我们的半场。 对于加泰罗尼亚目前的政治状况,巴尔维德表示,这些天有关这方面有各种各样的消息,但我们将精力放在足球上,我们做得不错,还会继续这腰做。 对于伊涅斯塔的伤病,巴尔维德表示,他有小小的伤病,周二对奥林匹亚科斯能不能上场并不明确,一万。